回應一下在傳呼音的手上 到底怎樣用這些經文 首先我會說 傳呼音最好是回應個人的需要 和實際的情況 就不是說我現在用這個經文來傳呼音 因為你以為你要用這個經文 就會變成好像加了一樣東西給他 而我講講什麼是回應人的需要 譬如跟他聊天發覺人們有很多擔心和憂慮 但我們又不想捕穿他 我們就可以這樣說 我都覺得有時我都會很難擔心 你看他擔心 但我自己也有時擔心 當我認識耶穌之後 我真的被人鬆了很多 耶穌把我釋放 祈禱真的很鬆 和聖靈林載整個人都鬆了 就帶出我們的問題 當然有時都可以問他 你覺得自己有點擔心 然後呢 由人的需要入手 傳呼音是比較有效的 而不是我有一套東西要告訴你 好了 至於說到這個 畏罪畏義審判這件事 為何這不在傳呼音呢 我就會說不是第一件事要說 有時說開的時候 你試一下 有時我會這樣鼓勵他 你試一下 開始相信耶穌 看看耶穌是否真的 我有時會邀請人這樣 你試一下向耶穌認罪 求耶穌赦免你 你真心覺得 我們得罪神 又得罪人 求耶穌赦免 你向神 每天都這樣祈禱 求耶穌祝福你 你留意一下有沒有改變 我們只可以分享我們自己 我自己我信了主之後 其實我信主的開始 我都是比較模糊的時間 我不知道我什麼時候真的信主 因為我讀過課程的時候 我舉手信主下 我公公不清楚是信耶穌是信什麼 不過我想信 然後呢 到我看課程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我什麼時候開始就信了耶穌 有一次我記得 我和我同學放學走路的時候 我說我不知道為什麼現在呢 我整天都覺得做錯事 就覺得不舒服的 那他就告訴我 這就是聖靈的感動 我都不知道我什麼時候開始了這件事 那我就可以 大家都可以分享 我們信主之後的那種改變 就告訴他 你試一下悔慨信主 你會發覺神會提醒你的 神會提醒你 關於我們的罪 讓我們去悔慨 然後說到罪好像刺人 我們就這樣說了 說他的罪就是刺人 說別人的罪 你有沒有嘗試被人懶惰 被人激傷 被人利用 那感覺是怎樣 他當然說 很激氣 好不好 那你覺得人利用人好不好 那些人控制人好不好 那些人傷害人好不好 那當然是不好 那你覺得這些罪 如果神是這麼公平公義 是否應該審判呢 因為神不是普通人 法律就是審判外面看到的東西 法律不可以審判我們說謊 除非你說謊 無告人 你自己家裡說謊 沒有法律去追究 但是神因為聖結光明 如果你想上天堂 他一定悔慨 他的罪 被人的血洗乾淨 他悔慨信教人 洗乾淨 他的罪清除了 所以他可以去到神那裡 不是神特地為難 而是他不能容忍 這麼多的罪 因為神很光明 他一見到罪 就像我們見到便便一樣 你能否跟便便一起睡覺 如果你的枕頭隔壁 我們不能夠承擔到 神是不能夠承擔到 即是他不能夠忍受罪的 所以有罪的人 他一定不可以去接納 但是神就很愛我們 很愛我們 他就 親耶穌永遠死了 我簡陋地這樣說 當我們悔慨信主 開始改變了 開始有人會留意到自己的罪 神會提醒我們 然後去到天堂 那些罪證沒有了 我們就整個人鬆了 我們這樣說的時候 就會讓他看到 罪的確是不好 還有罪沒有了是真的很好 你可以想像 你家人以後都不罵你 你整家人一起 個個都很開心 個個都很祝福你 整天關心你 你會不會覺得很舒服 很開心 你發覺我形容的時候 是用了什麼方法呢 很個人性 很真實而具體 簡單 這樣他便容易明白了 這個大家都可以操練 有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還有沒有想問 那些禁止 就是我 自己要做的事 你不想知道 有了 你睡覺 沒想到 你不想知道